I will judge me if you want, but I do not care I have never, ever been happier 阿洛哈,大家好,我是Alice 不知道呢有多少看过亢奋的小伙伴啊 可以弹幕举个手 上次仙女快销牌呢 感觉大家都很喜欢说 我就想干脆来一听欧美辣妹的快销牌 Betting on budget,Betting on budget 如果你是亢奋女孩 或者很喜欢一梦琳的穿搭 又苦运不掉什么牌子的话 这期不废话,可以收藏起来 当然收藏同时也不要忘记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首先呢我一定要放在第一个的 就是Opoli 如果你刚开始尝试辣妹群啊 我会推荐她家 因为她的质量真的是 我觉得本期里面最稳的一个牌子了 可以说是欧美的辣妹子啊 人手一键的牌子 尤其是她新出的美人鱼系列啊 食物的丁珠真的是物超所值的绝美 她家一大特色啊 就是你几乎找不到一条 除了包身以外的群星 本来呢只想为这期买一条 结果手一抖买了三条 第一条呢就是这条蓝色的鱼骨裙 我正常呢是穿6码 但是这件的6呢sold out 所以我就买了8 感觉的没有模特穿上那么包身 我当时呢在奶油色和蓝色里面纠结了半天啊 快销牌的一个缺点啊 就是一个网站上1000多款衣服 我真的会选到头大 鱼骨裙的质量呢真的特别重要 因为如果版型不好的话 穿上就会显得很眉型 就显得非常的掉价 Opoli的质量是我觉得为数不多的 可以和House of CB媲美的 如果你喜欢House of CB 但是呢又觉得对钱包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友好的话呢 Opoli绝对没错 均价60到100刀啊 在一众的欧美牌里真的算是辣内众的战斗机了 第二条呢就是这条包身的鱼骨纱裙 这条我买的6啊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上身啊卡在三千倍不就来了吗 它家的版型啊请让我再跨一百遍 就我买的很多设计师牌的版型都没有它家要好 这条鱼骨的走向 你们有没有发现明显跟上一条就不一样 整体呢都是在腰的地方往里收的 如果想想取下啊 可以选这种走向的鱼骨真的就是硬生生的掐出一个腰来 这条呢也是本期我最爱的一条 最后一条呢就是它家最近很火的这个美人鱼系列 我真的纯属就是看它太火了 包着了学习的心态 马上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 它家群形真的都比较大同小异 但这个系的定住啊做的是真的很重工 一点都不透工减料 就没有我之前在网上啊 预售等了四十多天然后拿到手里 我看着这个买家秀拆开自己的包裹 我只想感叹 世道嫌恶 人心不古啊 而且呢我这根是个很嫌麻烦人 因为我真的很懒的退货 所以我就希望呢我买的所有裙子都能一步到位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个牌子放在第一个的原因 总体来说啊 如果你喜欢包身裙的话 它家值得看看 第二个牌子 抗份女孩真的可以 如果你还很喜欢Maddie和Cassie的话 那你绝对像我一样 和这个牌子啊 有种相见恨的感觉 它就是英国的Ego Official 它家呢在Inz上有三百多万的粉丝 主要呢是以鞋子为主的 各种夸张鬼马Y2K的高跟鞋 但是呢也有一些裙子 我在他家呢买了两条 第一条小黑裙呢我上身真的好爱 它面料就是很有弹力的 脖子的地方呢是自己细带的啊 所以放行啊放行 不会勒到穿不过去 我真的是已经很久不穿黑色裙子 但这条我觉得上身它真的可 我爱穿包身裙的一大原因啊 就刮风的时候呢 它不像A字裙一样容易被吹起来 所以呢虽然它短 但是反而呢让我更有安全感 而且手套是个袖子啊 不光可以把袖子拉平 主要是真的很显胳膊长了 鞋子也是Ego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今天放肆着袖长的后底鞋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花一万多块钱去买一双 可能只穿一次的鞋 而且呢它已经sold out 所以呢我就买了Ego的这双 露纸的高跟鞋呢 我觉得比全包走起来会更舒服 虽然它看起来很高啊 但是因为有防水台 走起来还真的意外的不累 这双呢还有好几个颜色 你们觉得哪个颜色最好看呢 第二条是一条好像很露 但总是一看仨也没露的小黑裙 我当时看到第一眼啊就觉得 这不就是Maddy的裙子吗 这种几何切割包身裙啊 我感觉国牌做的其实还蛮少的 但是它真的好啦 穿之前我特别担心穿上过不了身 穿之后亢奋第三季 我来了 不过呢这件小黑裙子和上面这条 你们觉得哪条更好看呢 鞋子呢我搭的还是他家的粉靴子 主要是我偷懒的心啊 觉得单拍太费时间了 本来呢觉得这件搭黑靴子会更好看的 但我居然觉得Bobby粉的反差还不错 他家鞋子做工呢 我觉得在快销牌里面啊 也算是很良心的 基本上官网图啥样 到手拿到就啥样 跟一些也不是在官网买的 我还以为自己买到假货的牌子 属于我愿意再回购一万年的牌子 他家最后一双呢 是刚刚Opoli搭的蓝色毛毛鞋 年纪上来就是越来越喜欢这种少女新的东西了 今年特别喜欢各种毛绒毛的鞋子 没别的原因 就是看着开心 下一个牌子呢是我一直很喜欢 但是他家风格太拉了 一直没下手的英国高阶 J-Lay的London 直到我看到了 易梦琳穿了这条涂鸦牛仔裤 我火速下单 他的风格啊 让我总结一下 就是亚逼中又带着一点街头 街头中又带着一点Y2K 泰勒斯维福特 毕杨斯还有凯莉侦ner 都穿过他家的衣服 我现在这一套呢都是他家的 除了项链呢 是来自国牌Lost in Echo 他家这条裤子啊 真的好上镜 当我把它放在第三个奖呢 是因为我感觉他家品控真的是 互高互低 这条牛仔裤我拿到手的时候质量超好 是我天天派穿搭的人啊 都会觉得物有所值的一个程度 但这个上衣的食物 就感觉真的还不如我拼多多 15块钱拼来的吊大 虽然这家也是被山寨的一个重灾区 而且山寨卖的比原版还贵 我真的一整个问号脸 所以他家呢 我觉得设计可以给5颗星 但到手质量啊 真的看运气 第四家呢 是全世界辣妹子的好朋友 这两年爆火的IMG 他家风格呢 就是辣就完事了 Medi在康芬里那套经典的紫色套装 就来自他家的经典款 之前前往包裹的那套格温套装啊 也出自他家 但我这次买的呢 是他家的条纹套装 我必须要说实话 我觉得他家的衣服 真的更多的是为设计买单 因为他质量真的是 非常的随心所欲 虽然质量一般般呢 可是呢 别的牌子啊 你就是找不到替代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算 他家厉害的地方 而且他家的衣服很神奇一点 就是每次啊 我一穿我的辣妹子朋友们 都能一眼震出来 这是IMG也家的 所以他的设计辨识度啊 是真的很高 不过呢 说到IMG啊 就不得不说一下 他背后老板的另一家牌子 Tiger Mist 我觉得Tiger Mist 可以算是IMG的平替了 军甲可能连IMG的一半都不到 但是设计风格非常的像 但我真的想吐槽一下 他在马术啊 就我按照我平时马术买的 在模特身上是这样的 我身上是这样的 不贴身就算了 关键是他的鱼骨啊 真的是软到可以忽略不计 和之前的OPOLID 简直就是鱼骨版型的 反面糕材 这他我看官网图的时候啊 真的是巨喜欢 但是上升之后 再下告辞 原谅我跟不上潮料 我好像真的还是 没有办法理解低腰的美 在我穿了15厘米高跟鞋的情况下 我都感觉我整个人 比55分还55分 我自己呢 把它拉成了高腰试一下 我感觉会好很多 你们觉得高腰和低腰 哪样比较好呢 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 到今天还没被冰冰 洗脑坚持喜欢高腰的人 尔巴 这就是这期全部的内容啦 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我一下 下方一下 然后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们觉得哪个牌子比较好 或者你们还想看什么呢 希望大家都能有开心的一天 拜拜